- 大家好,歡迎收聽 這裡有我在新西蘭的怡德特約和社長Raymond Wong - 你好,我們又見面了 大家早安不安,晚安全日安 現在說到防疫,為什麼我們經歷了這麼多 我們看得到這麼準確 因為我們看到不同的地方有什麼優點、缺點 我們有一個橫比 香港有很多人根本就不會比較和其他地方發生什麼事 也不會想這件事 經常覺得香港是宇宙的中心 除了宇宙的中心之外,內地還有一個爺爺 那就完結了,世界觀就是這樣的 事實上不是的,現在澳洲的情況 澳洲很慘 澳洲本來是新冠清零的天堂 但是近幾個星期就跌入了Omicron的無間地獄 然而我已奮力無間踏進面前路 夢想中的彼岸,為何還未到 他的彼岸是什麼呢?就是要與病毒共存的彼岸 哈哈哈哈 很快啊 未去到與病毒共存的彼岸已經進入了無間地獄 我不想笑澳洲人,我們這些都是澳洲網友 但是... 現在很慘 哈哈哈哈 為什麼我們在笑呢?就是說 其實澳洲是太心急了 魔總 魔總是說,打完疫苗吧 打到百分之九十就開關了 他忘記了一件事,小孩子還沒接種 真是的,澳洲的小孩子還沒接種 他完全忘記了這件事 小孩子照上學 那就有傳播鏈在那裡 小孩子接種的比例是零 五至十一歲是零 因為小孩子不能接種 哈哈哈哈 害死小孩子 所以現在好像洞房今天說 找小孩子谷針 什麼找小孩子谷針呢? 這個根本就是一定要做的事情 對不對? 唉,真的很好笑 8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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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7 就說得很詳細 聽許散人說吧 因為我... 有時候我不是很想說他們的壞事 其實我覺得... 去到BNO祖國的那些香港人 其實我是想給他們一些支援 我很少會笑他們 你要留意一下 我自己是... 我自己是笑得比較少的 就是去到BNO祖國的人 而且我幫他們想辦法 讓他們可以有一個優勢 和融入當地的生活 而且我們說回事實究竟是怎樣 其實我也沒有笑他 有些人說 哇... 你最糟糕的了 專笑我們的黃友 哪有呢? 我就沒有的 坦白說 那... Happy Wonder 他就說新南威爾斯差不多十萬一天了 澳洲已經是全球感染率 number two 但是... 其實現在... 澳洲還很樂觀的 那些政府的人員 摩總... 那些朋友 他就說... 沒事的 因為我們醫療系統沒有爆 我們醫療系統沒有事 那就行了 我們重症死亡不是那麼多 但問題就是... 有太多人沒有接種疫苗 你計算一下 他現在... 其實你說九成多的人打了疫苗 是可以接種的人 九成多的人打了疫苗 他忘記了一件事 有些人是不可以接種疫苗的 那... 說真的... 你用這個數字來計算 有很多人實際上是沒有打針的 你計算一下數字就知道了 澳洲有二千六百多萬人 可以接種疫苗的人打了九成多 其實沒有接種疫苗的人 或者不可以接種疫苗的人 是有幾百萬的 而那幾百萬人 就分散在不同的城市裡面 那好吧 那... 你只要在城市裡有人染了疫苗 那... 就很容易經過那些沒有打疫苗的人傳播 就是這樣而已 對不對 所以... W吹吹就是摩總以為小朋友不會這樣 其實... 這個就是Omicron的不同的地方 Omicron其實是會惹到小朋友的 其實Delta已經是會的了 其實那時候... 大家都知道是要幫小朋友打疫苗的 但是... 摩總呢... 他就... 大安子爾就覺得沒事的 那麼... 他就很快就趕著全開了 其實... 因為澳洲經濟呢... 那些數字不行啊 他其實... 又是要... 整個盤數字 然後選舉的時候幫忙 就是... 整個盤數字先要 但是... 問題就是... 你全開了現在... 最美麗的數字就是... 美麗的風景線就是新冠爆疫 新南威爾斯... 就... 九萬二千幾單 就是我看到的數字 九萬二千二百六十四單 這個就是... 我看到的報道 Happy Wonder 如果你有新的數據就告訴我 二十一個人死了 新南威爾斯 死亡其實到現在都是低的 所以他們覺得沒事 他們覺得那些人是可以死的 其實就是這樣 哈哈... 不死沒用啦 不打疫苗 問題就是... 有些小孩是不能打疫苗的 你是不是要小孩不能打疫苗 小孩不能打疫苗 就是大鑊死了 是啊... 這個就是大鑊 好了... 如果你要... 不要顧小孩 真的 你要顧小孩的話 其實要顧小孩的話 應該就盡快幫小孩打疫苗 現在澳洲都會的 這個... 但是已經太遲了 因為疫情已經播出了 其實有些人說 哇...新西蘭也很差而已 抗疫 其實... 說真的... 這裡不是很差的 這裡是封城封得麻煩而已 我們對於這件事是... 有不滿而已 但是... 我們都理解為什麼要封的 就是為什麼沒有開光 那個邊境 為什麼那個邊境開不了呢? 這個也要說 就是沒有準備好對付Omicron 其實就是... 其實是沒有準備好的 人們打了兩針 其實是危險的 對Omicron來說 只要你兩針是四個月之前打 現在有數據的 你看到英國、美國都有數據 你打完第二針之後 是四個月之後 對Omicron的抵抗力就會降低 有數據的 因為其實... 我相信特區政府現在在搞抗疫的人 全部的數據都會看完 究竟發生什麼事 即是香港不是無止境地清零的 這件事我都要說 他一定會看完其他地方的數據 究竟發生什麼事 現在那些黃友就... 即是攻擊特區政府 清零沒有用的 在一個人不打疫苗的地方 其實是要清零的 如果不是會死太多人 要給人們一些機會去打疫苗 那時候清零其實就是很簡單的 矛盾就在這裏 本來清零就是給了一個機會 大家好好去打疫苗 所以我們那時候才天天都說 叫人去打疫苗 但是有些人天天都說 都清零了 要不要打疫苗 你們網上編了一部 浪費氣 神經病 結果又是準 又是告訴你 現在又是準 我們又說了給你聽 應該怎麼做 如果你聽我們說 哪裏有問題 你聽洞房就做黑衣 告訴你 有洞房就全部人都做窮人 你聽我們說的話 哪裏有事 要不需要現在趕去打第一針 要不需要 現在有些人說 政府安排得差 打針 政府那時候 有這麼多疫苗 在等你們打 基本上就是告訴你 一定要打 什麼什麼什麼 每個人都在說 又說聽不到 好像王國興那樣 政府沒有叫人打疫苗 喂 你聾了多少個月啊 王國興 王國興你聾了多少個月啊 是梁卓偉出來說的時候 才說梁卓偉有說 為何月娥說 陳肇始說的時候 你全部聽不到 你聽不到就說人家沒有說 你撞拢啊 去驗一下對耳 王國興 是不是 有時候很生氣 一說起香港的情況就是 喂大哥 你看看澳洲怎麼搞的 疫情不記得 有一個年齡層的人 是要打疫苗的 還有一件事就是 你要記住 澳洲有一個地方叫墨爾本 封城封了262天 2020年的時候 封了一年差不多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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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害啊 262天啊 一年啊 只有103天啊 104天啊 是沒有封的 現在搞到這麼嚴重 他一開啊 就立刻爆到周圍都是了 為什麼會這樣啊 就是因為這個新官 不是那麼容易處理的 你要人人幫忙 首先澳洲 喂 可以接種的人 九成多接種了 都是爆疫啊 結果有些人就出來說 喂澳洲就這樣爆了 疫苗沒有用 現在既然這樣傳的 哇 真是黑心到不得了 真的 剛才有一個叫Vitamil 叫做 Lance們 你們打了針沒有 那麼 我們這裡的人 網友 打了針 打了針 最少都打了兩針 其實 Ludwin M就說 很多KL說 清零很危險 其實清零不是沒有危險的 你長期清零 你突然之間全開了 就像澳洲一樣 所以就算再開了 也不是一聲開 是要慢慢開 所以現在的人 在不斷罵內地 人們打疫苗 全國打到百分之六十 百分之八十七 為什麼不再開 還沒準備好 還沒準備好 還沒得 還沒得 現在其實 問題就是 就算計算到那個數 原來 計算到那條數 還有幾千萬過億人 那你怎麼辦 當然要慢慢來 有些事情是不急得的 有些事情根本就不急得 所以根本就要清零 是沒有辦法的 香港現在這個情況 也是要清零 因為你看到那條數 很簡單 已經接種第二針的人口 是不夠百分之七十 這個是可接種人口的 那些人還在罵 說政府找小孩子 谷針 你傻的嗎 現在澳洲也證明了一件事 就是小孩子都可以傳播 PK就說民建聯 整班都是昨天才打第三針 11月已經開打了 香港一開打第三針 我已經跟大家說 能夠打的去打 我們是最早叫人做 只剩下我們叫人 因為他們 說真的 洞房每天在寫周後人亡 他們自己計算過的數 不是 洞房對著幹沒有著數 你們偏頗 針對洞房 針對政客 我們偏頗 對 他說我們 我們偏頗 很慘 洞房根本就是瘋狂線的 那一份報紙 天天就唱衰疫苗 為什麼這麼多人不打針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洞房的存在 天天就唱衰疫苗 講疫苗的陰謀論 又說針後人亡 如果針後人亡 現在全地球死了很多人 這麼多人打了疫苗 是不是應該死了 針後人亡 洞房有沒有說 他們現在少說了疫苗 不說了 其實問題 澳洲的情況 已經證明了一件事 就是你純粹打疫苗是不夠的 所以我們經常都說 你除了打疫苗之外 你還要用安心出行 為什麼呢 你才可以抽出那些感染的人 現在的問題就是 澳洲已經放棄了追蹤 他們已經放棄了 其實你一個社會一放棄的話 其實疫情就失控了 這是一個很好的警號 本來是清零天堂 變成無間地獄 有些人還說沒事 坦白說 我很相信一件事 就是 新西蘭開疫苗的時候 大部分人打了第三針之後 那個爆疫的情況 沒有那麼嚴重 你打了兩針就全開了 其實本來已經有一個風險 還有 有些人打了兩針 打了很久 根本還沒有第三針 小孩子還沒有打 你強行去開 那就糟糕了 其實現在澳洲不同的州份 都在看數據 有一個南澳的教授出來說 他說 只是打針是不夠的 你看看 本來我們做得挺好的 澳洲 直至新南威爾斯他們說 他們不想封城 他們不想封城 其實托拉西普說 沒有人手沒有資源 所以放棄 其實也不是 不是完全沒有的 如果要人手的話 他的追蹤其實是不難的 但是 其實因為政治決定 是摩總的 最主要就是 摩總的政治決定 他就將 封城和病毒 這個是其中一個原因 唐人說的 但是他最主要就是 做了一個論述出來 他將封城和與病毒共存 這件事情是對立 將清零和與病毒共存 是對立了 接著就 新南威爾斯就說 我們不封城了 很簡單 你不封城的時候 就告訴別人 我們是放棄的 其實他不封城 其實已經是放棄的 事實上是 My Twitter 就說 真是新洲類全家 是啊 是新洲類全家 現在是整個澳洲 一起賣單 其實是這樣的 Connie Chan 就對 社長 認識了大部分地區 都是黑碟 這個是波總搞出來的 就是將這件事情 高度政治化 為什麼它要高度政治化 因為其他那些封城封得緊的州份 全部工黨擲莊 抗疫做得比較好的地方 全部工黨擲莊 是他們執政聯盟擲莊的地方 爆到七彩 而且爆到七彩 他是不負責 他只是爆到七彩的時候 就說不行 我們這裡爆到七彩 我們全部人都打疫苗 所以爆到七彩 還會惹到這裡 因為我們這裡有一個旅遊氣泡 跟旅遊氣泡完之後 我們這裡就被風了五個月 其實就是這樣 現在也是風的 嚴格來說 是不是很嚴格的風 現在沒有那麼嚴格 現在打了疫苗 其實基本上都可以去 但是上班就不可以 其實就是這樣的 Elsa Luke就說 我分析事物十分有理有矩 聽不明白我說的邏輯應該嚴格 他們不是不想聽 他們也不是腦有問題 不過他們要困些蠢 其實就是 我們說回事實 有些人要腦點一班傻孩子 因為腦點一班傻孩子 他們很容易成小的 他們特地這樣做 好了 Tracy Lee說一說你的事情 她說今天有時分享 我英國的親戚五十歲男年 和七八十歲父母 一家三後都沒有打疫苗 兩星期前 親戚確診新冠 要在家裡隔離十天 我知道後就很擔心 過幾天再問候 他們完全沒有回覆我 當時我非常擔心和憂慮 昨天我又借一些衣服去問候 今天終於回覆了 他只是說 三天鼻沒有感覺 其他正常 坐在家裡等十天後上班 認為一家三後都沒事 而且周邊鄰居和朋友都一樣 這就是這樣說 Tracy Lee說 新冠可以在英國真的這麼簡單輕巧 而香港真的如臨大敵 認了社會說 每個地方採取措施不相同 其實英國很多人 其實是有一定的免疫力 為什麼我這樣說 因為病毒在社區那裡 差不多流轉了兩年 不同版本的流轉 而且你感染了 你不一定有病 其實問題就是這樣 為什麼 現在香港內地如臨大敵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其實香港醫療資源是不夠的 內地的醫療資源也是不夠的 還有香港的老人家 接種疫苗比例很低 但是內地嚴格來說也是 如果一有這個疫情 在香港或者內地爆發的話 很多老人家會有事 這是事實 這是沒有辦法 你不能夠讓那些老人家死了 在香港這種環境 香港和內地這些社會 不行的 那些老人家死了的話 很多社會問題會出現 你在外國就不同 我告訴你 外國的老人家死了 就解決了社會的問題 就是養老的問題 政府給予很多錢 是 還有我告訴大家 你不要以為這個世界 所有人都會天天去探望老爸媽 或者每個禮拜至少見一次 我自己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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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電話就有 但是我告訴你 西人是整年都不見老爸媽 很多都是 電話又不會打一個 無仇不成父子 在外國真的看得到 是完全承認這些 你說會不會很關心父母 有些人會關心 但是其實很多人 和父母的關係很疏離 因為18歲已經搬開住了 已經不會黏在一起了 你有你的生活 沒有我的網絡 黏在一起 被朋友笑 是這樣的 你18歲還不搬走 17、18歲好找個地方搬 父母都鼓勵小孩搬走 不要阻礙著 快走 快走 所以不同的地方就是這裡 所以不同的地方就是這裡 所以 有些人說我們 每條命都很緊要 你不懂而已 我對不起 你真的沒有在西方居住過 所以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真的太上當然了 這些人 好了 Mateeview就說 其他地方做得好 武力都是白費 其實坤州就是這樣 坤州本來是做得好 KVF就問坤州大麻煩 坤州現在也大麻煩 因為 因為 它沒有辦法再封住那個州 那州不能封住的話 那麼 新南威爾士爆炸到這樣 那整個澳洲也是這樣 其實就是這樣 它沒有辦法 現在澳洲是 疫情的數字會很高 但是澳洲有一個優勢 就是澳洲的衛生醫療資源 就是在醫院來說是比較夠的 檢測 真的不夠 說真的 檢測真的不行 但是其他醫療資源 比其他地方是好的 就是肯定一件事 就是比新西蘭是好的 就是我自己居住的兩個地方 我就會知道 澳洲當地的資源是足夠很多 其實就是 沒有義氣沒有關係 吃碗面飯 碗底就說西班牙 放棄公佈確診數字 只是報死亡和重症 因為現在他們已經改變了 其實他們真的會改變 西方是會改變的 那個確診數字不是那麼重要 它就是管理那個死亡和重症 其實澳洲也是想走向這個方向 這個方向 究竟對不對呢 我自己的看法就不太行 因為澳洲其實 其實大部分人的免疫力是沒有的 因為那個病毒根本上 過去兩年 嚴格來說 沒有在澳洲的社區流傳 現在摩種去做的事情 就是澳洲人打完兩針之後 面對這個病毒 就瘋狂在澳洲流傳 其實他就是賭一招 其實他就是賭一招 他得不得呢 不知道的 說不定他得的 說不定他得的 為什麼說不定他得呢 如果Omicron真的輕症為多 重症很少的話 他就賭贏了 但是看起來 就是他好像會輸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他忘記了 就是他那裡 小孩子沒有打針 加上那裡是幾百萬人 那些人嚴格來說是沒有抵抗力的 之後會怎樣 我就不知道了 HAPPY WONDER 除了西澳 西澳是不同的 因為西澳那裡又要說 西澳現在應該都是工黨渣莊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西澳一向都跟東澳 是兩樣 澳洲東岸是兩個地方 澳洲的歧視是怎樣的呢 我在澳洲也住過一段日子 就是西澳的人 西澳的人 連東岸的人都歧視就是這樣的 是不同的 東西岸是兩個世界來的 西澳沒有孝順父母觀念 其實香港也沒有什麼 香港很多時候 差不多 講一下孝順父母 實際上不是的 霸生也會的 死了之後才孝順 是啊 Janey就說 美國這邊那些 Nursing Home裡面的 老人家個個都有兒子有女 不過子女就不在身邊 命了只是靠護士和護工照顧 真是很可憐 沒有辦法的 因為他們的子女都要賺食 他不賺食就可以照顧父母 賺食怎樣照顧父母 其實也是很慘的 其實也是 那馬丘表就說 現在新州ICU用了一成左右都還可以 其實新州是多ICU的 其實就是 其實坤州都是多ICU 維州都是 不是 所以你說澳洲的風險 是不是很高 不是 澳洲的風險不高 如果你說會死很多人 就不是 所以現在只管重症 但是一般人 都不是沒有後遺症 其實就是 所以都是很麻煩的 剛才馬丘表就更正 是兩成 崑州就是崑州 沒錯 馬丘表就說 新州我很多朋友的小朋友 開始打針 是現在開始 那就遲 但是有一個好處 就是有疫情的時候 打針的人是趕快很多 就是 新南威爾斯就是 他Delta的時候 就是叫人狂去打針的 其實他很快就打到九成 其實就是 也是趕快打的 現在 我們已經在這裡 叫大家去打第三針了 我們現在打第三針的人 佔了可以打針的人口的15.9% 我都會盡快去打第三針 我喉嚨好一點 我就去打 沒有一個 傷風感冒的病徵 我就去打針了 打完針 其實為了自己 也為了社會復償 有些人在說 打針沒有用 但是如果社會要復償 你一定要大部分人打針才行 我和台洋住的這個城市 現在97%可以打針的人 都打了兩針 是的 都已經打了兩針 是這麼厲害的 是這麼厲害的 很合作的 沒有人說什麼針口人行 反疫表的人 是有 但是他們根本沒有輿論空間 給他們 絕對沒有 在香港才這麼奇怪 Happy Wonder也說 附近有很多朋友感染病毒 在家裡自己隔離 其實這個就是澳洲現在的做法 他就要 自己搞定 一鑊搞定 一鑊搞定 他打算可以這樣 其實摩總可能能駁得到 你不要看他 他現在感染數很厲害 重症死亡也十分高 其實到現在 熬過了就可以了 現在其實 現在正在走 好像 之前 印度走過的路 印度不是摩一鑊很甘的 之後 已經不當是一回事 印度祖宙復償了很久 他們都不管了 現在澳洲正在走這條路 看方向就是 摩一鑊厲害的 過了這些鑊就沒有了 HOTD說我 refusal B.N.O.兒子和媳婦上星期 都感染了Omicron 自我家中隔離十日 症狀全身 似火燒 沒有打針是這樣的 嚴重喉嚷痛 他們不停喝水 狂食維他命 ت 睡覺 而是人家情況穩定 儘量叫他們打針 現在打針應該會更好 hol cherish 西澳歧士 文化是不同的 其實兩邊是 很有趣的 澳洲你覺得有一個澳洲文化是不同的 口音都不同 西澳的人的口音聽得到 七個小時 不用七個小時 我說錯了 我們這裡飛過去要七八個小時 應該是這樣 搞錯了 不好意思 Bang Chan 放一車Bang Chan 就是香港是依賴父母 不關孝順 其實是會的 Rick Light Ricky 說我半百人每晚都跟父母吃飯 隔三層樓煮 算孝順掛 這就好 其實香港有一部份人跟父母的關係很密切 有一部份 但不是全部 這條看父母 子女有沒有緣分 KFF 說我是出於自私 我工作需要見客 所以有風險 而我是沒有更好的方法去保護兒子 所以一定會跟兒子打疫苗 其實是一定要打的 那些人說找小朋友弄針那些 其實浪費氣 其實全世界都是這樣的 你現在在罵政府弄針 其實這份報紙做什麼 是亂來的 其實要搞到香港的社會更嚴重 這個是不對的 好了 現在要講正題了 最半個小時 澳洲這件事先講到這裡 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好不好 就這樣 拜拜